不过就在大家对这个中华发现而信息不已的时候 研究学家却发现有个地方不对劲 哪呢 马大人的眼眶 你注意看 看出马大人的眼眶什么情况没有 它是圆形 那你要问个圆形的眼眶怎么就不对劲了 这里咱们又要普及在城市了 在马大人被发现之前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包括长江一带 已经出手了不少古人类化石了 但是这些古人类的眼眶 都是方形的 没有圆形 这就是古人类研究学家 胡新智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方 马大人和其他古人类 都生活在中国这边地域上 按道理应该属于同一人种 长相特征应该是一样的 至少应该接近吧 可是他们的眼眶一个是圆形 其他的都是方形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当时有人提呼 会不会是地域差异呢 这个怀疑当时就被搞定 因为眼眶形容是人种的重要特征 更何况从哪怕到长江一带 距离土魂 八次算命书 雅城八次命书 具体以生成八次生产的一门章谷书 赞巴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次命书 二十一年的照片 战场八次算命书 一家风水 零屠法序 道场危机 二零八八二十八八 天国公里 地域差别不可能这么大 研究学家认为唯一的解释就是人种 马霸人跟我国其他地区发现的古人类不是同一人种 那么马霸人应该属于什么人种呢 您绝对想不到 接下来的事情 让专家觉得更加不可思议 怎么呢 您来看这个 这是十九世纪在欧洲发现的黎安德特人 若稀看 你会发现 无论眼块 投行 马霸人跟这种人更为接近 为什会这样呢 难道说马霸人是黎安德特人的一个分支吗 专家怀疑很有可能 为什么 除了眼块 投行相似之外 他们生活的年代和智力课征 也很接近 您来看 黎安德特人 大概生活在十五万年前 卡霸人呢 居然大概十三万年以前 虽说差不多两万年 但是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岁月里 能差不多是同一个阶段 都是保持之人 这个阶段的人类 除了身体部位 还留有某些原始人特征之外 他们的智力 已经和现代人很接近了 这就是专家怀疑的原因 注意啊 只有这种怀疑观点呢 可不光是中国的研究学家 1975年 美国著名古人类学家 威廉·考尔斯 他来到中国访问的时候 看到马霸人的画室之后 也曾经说过 如果1958年发现于欧洲 这个存在物 肯定会被称为 典型的尼安德特人 他还用了典型两个字 说明马霸人和尼安德特人 相似度极高 当然了 虽然专家高度怀疑 马霸人很可能是 尼安德特人的一个分支 但是有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 什么问题啊 空间呢 马霸人的发现 地方在广东韶关 尼安德特人发现地在哪 德国来阴河畔的尼安德特峡谷 两个地方 万里之遥 而且还隔着茫茫大 这两个地方的人类 真的会有缘性吗 如果有 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是马霸人和更小的尼安德特人之间有的某种亲人关系 还是尼安德特人中的一只来到了中国的岭南地区 并最终繁衍成了马霸人呢 人类的迁徙 从德国迁到广东来 在十三万年前 这是不可能的几乎 非常难 十三万年前地球上到处充满着凶险 而且人类的生存能力又极其低下 他们之间怎么可能发生联系嘛 对不对 搞不到证据 是吧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来破解呢 咱们就必须再认识一位专家了 画面上的这位名叫 宣戏贤 他是朝关市区江市文化学局党 也是广东省文博学会的理事 多年以来 他一直很关注马霸人的各家人 从上个世纪八年代开始 他正是通过协助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张震宏直接参与到了对马霸人的研究 而他们主攻的方向 就是寻找马霸人和欧洲主人类之间 有没有基因交流的可能性 那具体怎么研究呢 当时他们的思路是想做对比 就是想看看马霸人出土的地方 周边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证据 比如工具 随身物品 然后跟尼安德克人出土的情况 作为对比 寻找线索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路呢 因为根据考古资料 和马霸人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古人呢 已经有了原始的方丈体俗了 古人会把死者生前用过的实质工具 安放在死者的身旁 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 后人用物品陪葬的体俗呢 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 当然了 这个思路呢 有个前提 那就是马霸人出土的地方 要么是他们生活的栖息地 要么是他们的墓地才行 那么马霸人出土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宣戏前告诉我们 马霸人的头戴手 是在狮子岩地下溶洞的一条裂缝当中发现的 就是咱们镜头 现在拍照的这个地方 有个这个 这个附近都是飞来的飞机 飞机有些不够的头戴 有些好像不够的 有啊 有些有一个头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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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不够 对 对 对 当时这个 这个东西 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都是被你一钱买的 对 是我一钱买的 相信看到这样的情况 您肯定会怀疑了 这里空间这么狭窄 人走路不难 马霸人怎么可能在这里生活呢 没错 经过勘察之后 专家不仅认定 这里不是马霸人的生活地 甚至连墓地都不是 为什么呢 首先 经过几次发掘 考古人员并没有在头盖骨的周围 发现实质工具的痕迹 也没有发现身体其他部位的化石 其次 经过仔细观察 专家发现 马霸人的头盖骨上 有伤痕 当然一个头盖骨 所以专家 那么多国内专家研究 说是马霸人 是不是和这个地方居住 因为它里面 头盖骨里面含着有一个动物咬过的痕迹 这些情况意味着什么呢 就专家认为 意味着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 马霸人在人猛兽的搏斗当中死了 然后被猛兽支了 他的头骨呢 被野兽叼过了洞里 另一种可能就是 马霸人死在了外头 他的头被洪水冲到了这里 总之啊 马霸人即便就在当地生活 但是这个溶洞呢 肯定不是他们居住的恰当的地方 所以一时间呢 马霸人成了一宗悬案